不过比如说我是维嘉 最近这个敏感时期相信大家都有个烦恼 没了那些品牌之后 我平时初线穿搭该穿什么呢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安排几双 在我的鞋柜里面 我个人认为颜值以及性价比 都非常不错的几双国产球鞋 以及在本期视频的最后 我也会进行一个闷包的打包环节 把这个月开出了所有的闷包 以及鞋子装的鞋子 全部装到10个箱子里面 记得看到最后 那这4双鞋子 它们部分货量可能会比较少一点 也许你没办法在刮码上面买到 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咸鱼找一找 诶 那这个时候可能有朋友担心 会不会有假货呢 这个我觉得大家大可以放心一点 因为联名的国产鞋本来量就不多 你还能在咸鱼上面找到假货的话 那真的很不小心 OK 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款 安踏槽鞋 699的发售价非常的良心 某鱼上面还能找到很多地域原价的 400多块钱就可以买得到 这双鞋子除了我手上面拿的 咸蛋黄的配色之外 还有很多不同的黑色 造粉色 以及可能墨绿色等等 我觉得颜色都不错 可以完全的替代Hokka 作为你的一双户外鞋款 缺点就是开车的朋友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它鞋型比较宽 很可能会搬到你的刹车 或者搬到油门 那说到这款鞋子的设计 其实也大有来头 因为这双鞋也是安踏 找到了Versage的设计总监 Salahy Bumpery 这双鞋的灵感 也来源于自然界当中的鸟巢 顾名思想叫潮鞋 在鞋面上面有大量的条纹 以及圆形 这种几何图形的设计的加持 十分的别致 而且在鞋身上面 它采用的是一片式的针织网布 非常的柔软 非常贴服你的脚面 配合有安踏Nex 槽型稳固结构 紫滑橡胶大底 这个稳定性 以及舒适性算是非常不错了 而且我觉得夏天来了 这种透气鞋款 应该会更加的吃香 你觉得怎么样 打个分吧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 竹下工业的德逊慢跑鞋 官网上面卖的价格有点贵 1024 闲鱼上面的话 你可以用500至600块钱 就可以逃得到 那关于这个品牌呢 他们早期就推出了很多 大热的机能鞋型的时候呢 我就有关注他们品牌了 随着竹里人后面去到了 日本人继续的进修学习 以及在理念上面的一些改变呢 现在这个品牌呢 所散发出来的 是浓郁的日系生活味 这一双非常经典的 Food in Dutch的慢跑鞋 看到鞋面上面 是用到了大量的 网布加脊皮拼借的材料 而且鞋底呢 用的是高弹率的EVA材质 有一定的增高功能 并且舒适性也得到保证 而鞋带呢 是非常有兴师的 采用了米黄色的 复古蜡布 内里是排汉的网布的设置 整一个的透气性非常不错 对夏季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那我个人觉得呢 这款鞋子可以当做是 New Balance的完美的替代吧 你觉得呢 除此之外啊 他们还有这一个版本 就是复古棉麻的球鞋脱鞋版本 第一眼看上去有点奇怪 但穿着感觉 谁穿谁知道 夏天的时候有一双透气 而且舒适 一穿就能走的鞋子 还是很重要的 觉得这两款怎么样 打个分吧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担心 韦哥 韦佳 韦哥 那今天很多朋友都会担心 佳哥你这一期说 国产鞋会不会有那个品牌 那个品牌其实也不错 但最近因为 大家都不懂的 我们就暂时不提 那个国产品牌了好不好 带来这一双的 太极2.0联名 SoStay 市场价格 400多吧 但数量很少 可能不太好找了 设计上面用到了中国新家 黄皮肤这样的概念 在去年的9月底的时候推出 如果是在现在这个节点推出的话 我相信市场反应会更加的猛烈 但可惜这双鞋子的货量实在是少 然后如果大家真的没法找得到的话 就当我今天是来刷你们一把的 扎眼的色彩在沙线鞋面上面 展示出的效果非常好 可以看到中间的星星 以及在鞋头的这一些橡胶的位置 你会觉得这是一张笑脸 太极2.0的脚感 相信不用多提了 依旧是搭载了全掌的太极环震科技 在鞋带系统上面不同的绑法 来应对运动和休闲两个状态的不同转换 大底是一个半透明材质的夜光鞋底 鞋身有多处SoStay的标签 SoStay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热度都非常的高 我之前也去过他们的洛杉矶店 跟夏佳欢来做个采访没看的朋友 稍后可以去回顾一下 那尤其他们也竟然跟国内的一些大的运动品牌 进行很多的联名推广合作 以及地面的活动 我觉得也算是一种文化输出吧 除了这鞋子的特别包装之外 当时他们还出了这样子的一个礼盒板 里面装的是两个小公仔 小心点 别是坏烂 分别是一个宇航员的形象 跟一个小怪兽这样的形象 这个宇航员我一度以为是的时候赢酒 那还是那句话数量真的很少 如果我真的喜欢 不妨上某鱼去碰碰运气 打个分吧 OK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大家伙 是来特步跟少林联名的练魔台鞋款 因为它的数量是非常的稀少 我现在看到全网在某鱼上面 好像卖的也不怎么多 所以也仅仅是个纯分享了 这一双鞋子它的发售价是899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有开箱过这个大的包装 能看到其实里面的东西真的很多 而且整一个包装 你完全不输外国品牌的一些特别联名款 但因为这款鞋子是少林的联名 国风的味道非常的浓重 但又跟大家普遍认知的 龙凤 花鸟 大红大紫的中国风 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基本上是纯白加奶白配色的一双鞋子 整双鞋子是采用了无鞋带的设计 穿着非常方便 以及搭载了特步看家的中底缓震技术 整体的白色加束带的这个造型搭配 全身上下都焕发出浓厚的中国风 却不失时尚感 又略带一些中二位 但又不失行格 我在说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鞋面上面 有很多绑带 其实也是呼应了少林武生的日常的绑腿的装束 以及在上面加入了很多不同的标签 一注真香 狠等等的这些标签 而且在中底的这个位置 看写的练魔台的三个大字在上面 那因为这双鞋子是一个限定的鞋款 所以在后跟的莲花位置 它会有不同的数字标志 我这一双是53号 那希望特步把它做为量产 让更加多的人去感受到 你们的这些好的设计 好的鞋款 打个分吧 OK 那么看完以上的这双鞋子之后 大家觉得这些设计是比外国鞋款更好看呢 还是还有一点距离 我们来投个票吧 觉得超越的来个一 觉得比不上的来个二 那其实我觉得最近这个事情 对于很多球鞋博主来说 都是蛮艰难的时刻 一时间真的会让人不知所措 但我个人觉得有危即有机 危机危机 也是广东人经常说的一句话 我觉得这次的事件 更加多的影响 是大家的以后的选择 而不一定只是当下的激烈反应而已 以及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挺好的 把国产品 把它融入到自己节目里面的一个机会 好吧 那最后的打包环节 记得看下去了 还是那句话 记得点我关注 因为你只有点了我关注之后 才有机会参与得到 OK 走起吧 这些全是我们3月份开出的闷包 算了一些大概有20来双鞋子 然后衣服我算不清了 应该有超过30到40件左右 差不多 我们待会就会把它们全部打包进 这些我们从网上面订回来的箱子里面 除此之外 只有箱子很没有仪式感对不对 我这一次特地的印了一批货比佳佳的logo的贴子 以及我们神奇的万能渣所做的一些好运来的贴子 希望拿到的朋友都可以好运来 以及我们这一系列的主题 独闷闷不如重闷闷 就大家一起闷 我把我的财宝都放在这10个闷包 想要的话就来拿吧 OK 那么三月份的全部闷包以及鞋子 所有的鞋子都已经放进去了 这10个为你们准备的闷包里面 记得关注我 这个月呢 其实我们有一期闷包 还有一期鞋子中衡 因为最近这个敏感的阶段 没办法拍出来 那我有留到下一个月了 希望下一个月可以给你们多一点分享东西吧 记得给我三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多关闷不如重闷闷 加利魂里